视力小偷 青光眼患者将破异 别轻忽青光眼带来的恶视力 67岁的黄先生30年前被诊断罹患青光眼 一度还不相信 后来虽开始治疗 几年前偶然遮住左眼 才惊慌发现右眼视力已大受影响 经过药物治疗及数次手术 眼压仍忽高忽低 直到今年初接受了微疮青光眼手术 眼压才明显稳定下降 世界青光眼学会定定每年3月 第二周为世界青光眼周 青光眼已是国人排名第二的失明原因 且患者人数逐年上升 台湾眼科医师刘瑞玲指出 传统认为青光眼是中老年人的疾病 但近年罹患源发开放性青光眼的年龄层 有下降趋势 其中不乏在青壮年 就严重到需要手术治疗者 这些年轻病人通常是高度近视者 或者是血压很低 手脚冰冷也没有规律做有氧运动的人 而高度近视人口增加 很可能和智慧手机普及 且越多自幼同期就开始使用的趋势有关 由于青光眼初期症状不明显 许多患者不易察觉 轻呼及早控制 更以为失明距离自己很遥远 但青光眼的可怕之处在于对视神经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等到开车某个角度视野看不到 下楼梯容易踩空 看书不能连贯等 已是晚期或末期病人 视野严重缺损 台湾青光眼专科吕大文医师更点出 门诊中三到四成患者觉得不对近视就医 视野已严重受损 很可能三到五年就面临失明危机 一定要有积极治疗的正确认知 初期的青光眼治疗建议使用眼药水 但高达四分之三患者会自行停药 顺从性不佳 目前除了眼药水 青光眼有雷射 手术等多元治疗方式 鼓励患者可多与医师讨论 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 吕大文医师分享 青光眼治疗关键在于控制眼压 避免视神经持续受损 现有治疗分为药物 雷射 传统手术及微疮手术 目前第一线以眼药水为主 不过眼药水多有红氧等不适感 且需每天固定时间点药 容易忘记 想到踩点 或觉得麻烦而忽略 再加上平时没有症状 许多患者容易中断治疗 根据资料统计 台湾将近有75%患者自行停药 其中有九成患者 甚至于治疗第一年便自行停药 而研究指出 五年内没有稳定治疗的病患 视力恶化的比例 是有治疗组的两倍多 恐导致患者离失明更近一步 吕大文医师说 部分患者即使多年使用眼药水治疗 眼压还是忽高忽低 控制不稳 这时建议考虑手术治疗 不过 临床发现 许多患者对手术抱持误解 例如动手术 眼睛会瞎 好像会很痛 伤口很大 需要很久才能复原等 容易一拖再拖 造成病症严重恶化 根据资料 台湾目前约有逾45万青光眼患者 每年仅有1700名患者选择手术 吕大文医师说 传统手术利用组织切割 制造引流通道 微疮手术则是在眼球上 制造微小伤口后 置入一个迷你引流管 加强防水的排出 达到控制眼压 比起传统手术 微疮手术伤口较小 手术后的不适感明显较轻微 且手术时间较短 约10到15分钟完成 术后即可回家 复原期相对较快 多数患者于术后 也无需再点眼药水 替无法透过药物 稳定控制眼压的患者 提供新选择 健康生活编辑部